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Oh what fun it is to ride in a one horse soup and sleigh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Oh what fun it is to ride in a one horse soup and sleigh 再说一遍 大家好,我是香香的老龙臭臭 大家好,我是香香,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大概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没有更新视频了 是因为我公公婆婆从美国 不,从国内来美国看望我们 我们就想说多抽出点时间陪伴她们 现在已经把她们送回国了 今天我就想说录一期视频 因为我前一阵在Look Fantastic的网站 买了今年的圣诞礼盒 我超级兴奋,超级激动 周四收到了她们家的包裹 一直忍到今天跟大家一起开箱 一起看看都有哪些产品 我先把这个巨大的箱子搬上来 就是这个箱子 里面是这样子 这个包装是用这个小时候我们还玩的那种 就可以挤泡泡的这个包装包着 很安全 我小时候特爱捏这个 哇,当当当当当 我们一起打开它 看看里面有什么 哇,从1号到25号 总共有25件产品 在我把它们一个一个打开之前 我决定随便抽取一个作为礼品 给我的YouTube的小伙伴吧 关注我的YouTube频道 在我的这支视频下面留言 分享一下你最近发生的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抽个10吧 因为10最中间 看看里面是啥 哦,这个产品我有的 这是First Aid Beauty的Pad 就是你洗完点之后 可以用这个Pad去搅置 挺好用的 我最近也在用 记得给我留言 关注我的频道 好,我们现在从10开了 那这个10就放到一边 我们继续看看还有什么好东西 我从1开始吧 打开这个1号 哦,看到了 Morphe家的那个眼影盘 应该不是面部盘 我迫不及待打回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 就是比较简洁的这种风格 看看它里面 是这种九色盘 我随便抹两个给大家试个色 嗯,我选一个 这个吧 嗯,还有一个 这个深的 再来一个中间的 哇,你看在手上特别显色 看这个显色度真的超高 饱和度也很好 就算我抹一次我现在手上还有很多 再抹一次看看 基本上是这样的效果 喜欢 第一个我就很喜欢耶 好,我先把它收起来 然后我放一边吧 现在我打开2号盒 在这里 哇,这个比较小 也不知道这个是啥 哦,是Living Proof的一个护发产品 我们把它打开看一看 是30毫升这样子 是那种定型的发膜 就是你洗完头发 嗯,头发还湿的情况下涂抹它 然后把它吹定型 我还没有这样的产品 先把它放一边 现在打开3号盒 看看3号盒里有什么 哦,这个是大葡萄水他们家的 一个toner 爽肤水 哇,这个还蛮好的 其实我的爽肤水囤的还蛮多的 但是这一款我从来没用过 我还蛮期待的 哦,它是帮助你清洁毛孔的toner 给大家近一点看一下 夹是这个 还蛮好的 这个包装也非常绿色环保 喜欢喜欢 第三件我也很喜欢 我们现在打开4号盒 啊,这个是两个 诶,我这个4号怎么还有一个16号的小卡片 可能他们装错了 我16号的先放这 看看这 这好像是两把刷子 或者是眼线笔 很细哦 是两把刷子 好开心哦,又掉了 这是 看这是什么牌子 叫Luxy 这品牌叫Luxy的两把眼影刷 我眼影刷也不是很多 看这个毛还蛮软的 就是有点硬挺 但是很细腻 不知道这个好不好用 这个颜值还蛮好的 白色的 嗯 先放一边 下面打开5号盒 看看它是啥 哦,这是我超级喜欢的一个面霜 Alimes家的那个海洋面霜 哇,好大一罐 我超级喜欢 然后我的之前的那瓶已经用空了 然后我超级喜欢 我下次就要 我就可以用它了 就不用囤货了 很喜欢它的味道 很好闻,很好用 先把它放到里边 这个盒子刚好可以这样竖着放进去 下面打开6号箱 6号是一个纯线笔 这个对我来说比较积累 我从来不用纯线笔 看看它是什么样的纯线笔 我直接把它撕开吧 比较裸色的一个纯线笔 我在手上画一下 看看是什么样子 比较浅的一个纯线笔 比较浅的一个纯线笔 这个对我来说比较积累 应该用不太上 下面是7号箱 Ratials 我之前就是空瓶剂的时候 我分享过 我特别喜欢他们家的沐浴露 这个是一个身体或者是头发的油 就是让你保湿的一个油类产品 身体和头发都可以使用 闻一下是什么味道 嗯 味道很清新 就有点花香 复古的味道 还蛮好闻的 我应该会使用它 放到那边 下面可以8号箱 这个我从来没见过这个品牌 你们能看到吗 我看一下 这个是叫Philip Kinsley 这是一个发膜 我还蛮想试试 因为我最近 也在使用这一类的产品 我把它搞出来了 正好趁这个机会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质地 就比较细腻的那种发膜 没有什么味道 然后我就抹到这个纸上了 是8号箱 下一个箱子 9号箱 那9号箱里是啥 也是一个管类的产品 Oskia 应该是个洗面奶 但是是那种胶状质地 看 哇 这个还蛮香的 你仔细看 它里面是那种粉红色质地 嗯 10号盒 就是我刚才给大家车的礼品 那我们先看11号盒 是一个过夜面膜 Ovant的过夜面膜 12号盒 12号盒 是一个小罐的产品 看一下 应该是一个面霜 Throat and Decolletage Creme 这个我也从来没用过 这个包装比刚才小 这个只有0.5盎子 这是12号盒 好 放一边 现在打开13号盒 不会又是一把刷子吧 这应该是个眼线笔 或者是眉笔 等一下 让我看一看 哦 这是个眼线笔 这个品牌叫 Lord and Barrett 大家看一下 它是什么样的质地 平时不太用这种眼线笔 我都会用眼线叶笔 这种铅笔 我很怕它晕 但是很好画看起来 你看 13号产品 14号盒 想看里面是谁啊 应该是一个纯彩 是一个木面质地的 打开看一下 哦 是这样的一个纯彩 哦 是比较裸色系的 我放在这个位置吧 这个颜色我不太hold住 这个我先放在这 哦 还带点光泽的这种 现在开15号箱 噔噔噔噔 哦 是一片面膜吧 哦 是一片纯膜 冬天干的时候 试一下这个 如果好用 我会在我的instagram发story 好啦 15号箱 16号箱也是一个大的 哦 刚才我看到16号箱 哦 这个我用过 我当时是买什么套装 然后送了一个很小的瓶 这个超级香 我自己不是很喜欢 我当时就想说 我也不会回购它 没想到 这个产品又出现了 这真是有点特别刺激的香 就是香到太香了 买回来我 我应该会用吧 到时候看吧 那这个是16号箱 17号箱 看一看有什么东西 啊 这又是个creep 看一下哦 Vitamin C和Vitamin B3的一个保湿霜 这么一个小小的中药 只有0.68盎司 这是17号箱 给大家看我后面这已经堆满了 我们继续 18号箱 啊 这个好可爱的小瓶子 啊 这个我喜欢 这个是一个护手霜 最近刚买了两个囤货 然后想说这个冬天使用 没想到我又得到一个护手霜 打开试一下 哦 它里边已经封了 我就先不开了 上面写的野玫瑰护手霜 是伦敦的一个品牌 这个我很喜欢 接下来19号箱 这一瞬间是最开心的时刻 换一个姿势 刚才19号箱 是这样一个精华很小 这个很小的一瓶 大概几个星期就可以把它用完 上面打开20号箱 哇 这个20是 是一个睫毛膏 啊 这个好可爱 你看后面它这个包装上 有个小猫咪 这样的 看 它这个刷头 哎 就这样的 好 这个是19号箱 哦 这个是20号箱了 我再看一下21号箱 噔噔噔 一次性开完的感觉 贼爽 这是一个 眉刷应该是 哦 这个还蛮精致的一个产品 是这样的 它是两头的 一头是这种砍刀式的 这一头是那种眉刷 对我来说挺有用的 因为我眉毛需要刷 这也是 这是21号箱啦 看一下22号箱 在最底下 哇 这是啥 这是一个 Look Fantas 这个和Bubble Tea合作的 浴盐浴球 很小 嗯 这个味道超级好闻 奶香 奶香的 而且甜甜的 嗯 这个我还蛮喜欢的 冬天可以泡澡的时候 泡澡起来 23号箱 哇 23号箱有一个这个防潮的这个 这个 应该是什么 花潮的东西吧 哦 是一个 面膜 很小的一个 涂抹式提亮面膜 这是23号箱 这是23号箱 24我们到了圣诞前夜 哇 这应该是一个什么 研印盒吗 是一个高光盘 哎 我一般都是买单个的高光 大概现在也就买了两颗 买了一颗 STILA那个土豆泥 还买了一个 Fenty Beauty的那个高光棒 那个也超好用 很方便 然后把它打开 哇 是个金色的 大家打开看一下样子 你们能看到吗 它还附带了一把这个刷子 看这四个颜色 特别闪 你看这个色 这个色 每一个我都试一下 看一下 我就抹到这上吧 哦 你们能看到吗 哇 它是那种细闪细闪的 试一下 哦 试一下在我的 出事了 啊 我为什么抹在这上了 应该在这边 我看我把它涂开 我的黑眼圈好重呀 我在鼻头这 哇 这个好明显 24号果然是很圣诞的感觉 最后一个啦 是25号 是扁扁的这个盒子 你看看它到底是什么 哇 这个有点难 它卡住了 OK 哦 我知道它是什么了 因为这个产品 是我在这个圣诞礼盒中 最期待的一件产品 噔噔噔噔噔 是那个黄后水 黄后水的限量版金色 我现在就想喷一下 这个水我已经听很多人推荐过 平时就是这一个水 基本上就相当于 这个套装的价钱了 很划算 很值 试一下它的感觉 嗯 超细腻 哦 看怎么会流出来了一点 很清爽细腻 我很喜欢喷水 今日最佳 好啦 今天的开箱视频 到此结束 希望大家看得很爽 我自己真的是超级开心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哦 记得抽奖哦 记得给我留言 关注我的频道 我会抽一个小伙伴 把这个 First Beauty的Pad 寄给你哦 开箱后的杂乱现场 这边还有一大堆 我现在去收拾了 拜拜 拜拜